目前全国最长的仁爱乡天空步道第二期工程已经接近完工 日前县长林明珍特别到高空步道进行勘查 林县长表示高空步道启用后为仁爱乡带来很多观光效益 而二期工程更是连接到清静农场 让整体景观更为美丽 也希望二期工程完工之后 能够串联清静地区的产业以及观光景点 让仁爱乡的观光产业能够更加蓬勃发展 同时第二期工程就已经沿到我们清静棉梁的高山棉梁的地区择合起来 所以整个动线就非常的理想 走高空步道然后到我们清静农场观赏 这个棉梁都是一整体的 可以说整个设施规划 让我们游客来就可以感觉到非常的完善 如果我们这边再设一个第二个停车场 我相信对我们整个交通 对游客的方便性一定带来很大的方便 县议员林方宇表示 仁爱乡天空步道从启用以来就受到国内外旅客的喜爱 也期许二期工程完成开通之后 能够串联清静地区以及暗空公园等景点 为地方带来更好的效益 从我们现在的清静农场这个地方往上延伸 的第二期工程 希望说幸福的这个努力大家看得到 也能够吸引更多的观光客来到我们清静 来到我们天空步道 还有我们的暗空公园也陆陆续续地在规划当中 我相信仁爱乡亲近农场这个地方 可以成为一个整条线的一个观光带 副议长潘一泉肯定县长以及县府团队的用心 也希望在年底二期工程开放之后 能够带动仁爱乡地区整体的产业发展 记者陈伟一仁爱乡采访报道